在今天南大館議會臨時會臨時董議長 議員王志浩是先將對保理店來報告夫妻 若是沒有趕緊進行手段 可能會作成災害的發生 可以說是經過幾年的一個土石流遺跡 已經形成高處很多遺跡的高灘地 所以雨季如果來臨的時候 一定會影響它的水流 那麼當然在那種族的人 它就是煩惱 危險 所以在這裡本市建議就是 請我們相關單位轉請 我們水利署第三核川局 緊速來辦理 另外 當保理店賣家附近 有農民因為核川發生 重新幾月後 自己所有的農地 方位於核川範圍來 作成原本合法的農業使用 所以向向變成違規 但是第三核川局 不但沒有進行徵修也是核川整體 只是很多土地需要 是讓吳智海議員感到相當不合理 這個是不是 提防核川縣是不是要再修改 或者是放寬使用 放寬使用不是 給它亂用 是農林農用 恢復它 要不然你就 你認為說 一定要核川縣要做 現在核川局就是有做 他現在要把你綵修 沒有做 把你放寬 就如同我們的公共授殖保留地 你把他放寬一放寬一死人 幾十年 讓人家家破人亡 南道官 代理官長丹志昌表示 將會盡速向第三核川橋來拆掉 那他檢討核川法線以後 變成有些農地被劃入了核川的區域內 那依照核川區域內的話 就只能做五十公分以下的低筋作物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轉給第三核川局 看看能不能放寬使用 實際上去看 真正無法寬到核川 應該不能寬這五十公分的農土品 好不好 這事業的 無限精修 人家的事業土地 所以要做東西不行 政府怎麼有阿伯到這種 南道官議長和尚風最好也表示 希望官府官府府可以安排回家 實際了解總控 若是當無危險的顧慮之下 他們農車三好救 方款當地農民 所有農地的使用 記者出負負負負責 採訪報道